到教育的時候 咒詞的是年齡才大 而不是教育成績 前不久有個朋友來跟我說 比如說我要不要對誰超度 她是被我罵出的 我說你這個還不可以戰爭戴戶的 那一個13歲的小女孩 用成績下降對她爸爸大了 爸爸定這個規矩 叫一分打一個打一次打一下 來等一吵 所以這次打得很難 因為這樣的分是太多了 這個實在吹的一個小女孩上 才跳過車上來問我 這些要不要頭部 我說你其實還給你戰爭戴戶 你爸爸是哪個小女孩 他當然很慘 你知道自己說 但是這是說什麼東西 就是今天的教育實在很害人的教育 包括你們的公司 很多人都在 我的孩子必須進民校 必須進什麼學校 我一定要讓她考多少分 我一定要找什麼補習老師 我一定要什麼 你這次所有的教育 你在研發孩子的什麼東西 從最負血的角度 你是研發了什麼東西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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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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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他脑袋那么小 一个吃吃吃的孩子 对不对 那何苦来呢 让孩子这样睡不着觉 弄得脑神经出来说 你现在看了第六季是吗 是不是 那么你现在看了他前五十了吗 就是都是学术的教育 你们都会学术教育成死的 你们还要独喊三代 谢谢大家